继续来带您关心保龄茶室的疑似食物中毒案 那卫福部在上下午各会公布一次受害者的数字 今天早上10点公布的那次是已经来到了18例 那其中是有2死5重伤 一个人在普通病房 最小的还只有10岁 那刚刚也传出了像是台北以及新北 都有陆续的增加案例 受害的人数是不断的增加 而且呢在先前的两名死者的身上 也都被剪出了 验出了米酵菌酸 因此台北市府就不敢大意了 就在刚刚下午1点半的时候 山官率领了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法务局 来前往A13远东百货 也就是出示的保龄店面的美食街来进行击查 那对此呢 卫福部长王毕胜也说了 要分成两个路线来击查 也就是说人的部分呢 死者跟住院者 还有已经出院回家的人 这部分呢 他们都要有检体而且要送业 那还有会有食材以及环境 保龄茶室的果条以及供应商的部分 也都会检验 那现场的环境也会做裁剪 那这些都是优先要验的 那等到下周一从国外订购的标准品抵达台湾之后呢 我们才能够扩大来检验 好那除了科学上的溯源之外 人事的追究也非常重要 报竿代班九天的越南籍胡姓厨师 在今天清晨复训无保请回 他也喊冤了 主要烹饪呢 他就是主要烹饪负责料理的人 但是食材的部分呢 如果食材有不够 都是告诉老板 老板在统一叫货的 那因此呢 今天检警呢 又再度约谈了保龄茶室负责人 李访轩以及王姓店长来厘清案情 那稍晚两个人就会送到台北地检署来进行复训 那目前呢这三个人呢 都是以涉犯食安法 过失致死罪等罪 那限制出境以及出海的 那现在食安料红灯 人民众都心惶惶 担心吃到米酵菌酸怎么办呢 不过呢 读物科的医师就说明了 其实台湾还不至于会 频繁的发生这样的食安危机 因为如果你是自己在家煮 你没有不当的保存 不当存放的话 其实不用太过担心 那如果你是外食族的话呢 这个医师专家也建议 可以参考国际规范 也就是政府可以对高风险的食品 来进行常规抽叶 那其实这个医师业 举出了数据来告诉大家了 他说其实在中国 十年之间也只有发生 19起这个事件 所以其实发生的频率 相对是没有这么频繁的 请大家不用过度的担心 那再来带您看到家属的部分 家属当然会觉得 好好的人吃一顿饭 从此天人永隔 这个心痛是没有办法言喻的 也不容许有任何的差错 所以这一次事件呢 第一位死者的 女性男子的妻子 他就认为三重医院 以及马街医院的医疗程序 有疏失 将会提告究责 那听到这句话 其实医院都回应 会配合调查 不过呢 也让医界炸锅了 像是熊昌科医师苏玉峰就说 熊昌科已经连续 十几年招不到人了 重症的护理师也都是缺乏的 导致病房一间一间关 那家属的提告有可能会促使 急重症医护再度的大逃亡 那甚至也有医师力挺 其实医护人员不该成为 转移伤痛的出口 就连医事工会都说 这的确会对团队的士气 造成巨大的打击 而且今年正要上路的 医疗事故预防 以及争议处理法 那其中就有新增了多项的规则 这次保龄的案件 衍生出的医疗就分 可能就将成为此法的指标案件了 因此该如何保护医护人员 同时又要提供家属完整的法律 以及心理照顾协助 这将是追查保龄案之后 各界所要面对的问题 以上就是这一节推播内容 但您关心4月电价就要调涨了 很多民众跟电价都觉得吃不消 因此国民党跟民众党蓝白 今天就联手在立法院提案了 要全面动涨电价 甚至要修法 修电业法第49条 让未来涨电价都必须要经过立法院同意 也就是全国国人的同意 对此国民党立委张家俊 更以用谐音来怒批 说电价涨11% 人民11% 他指出错误的能源政策 是导致台电亏损的主因 不应该反映在涨电价上面 甚至还有医师提到了 保龄茶室案死者的体内 验出了米酵菌酸 医师就大酸 希望不要有想要省钱的餐饮电价 减少冰箱的使用 借此调高冰箱的温度 不过面对铺天盖地的炮火率 并没有退缩 像是民进党立委吴思耀就批评了 蓝白联手提出的这两项策略 是侵害了行政权 如果台电未来没有办法营运了 立法院能负责吗 就联帐化线环保联盟 也串联了多个环保团体 紧急动员北上 来批评不该用全民福利补贴工业电价 也就是说不该让工业电价继续电涨 因此动涨 因此民进党团的总招科建民就提议了 把蓝白的提案交付政党协商 那拉下来协商就等于会进入一个月的讨论期 冷冻期 也就是说原本经济部的结论 就是4月1号就要电价调涨了 恐怕是没有人能阻拦这一波的调涨了 因此改为动涨的机会是为乎其为的 好眼看荷包又要瘦一圈了 今天是3月29号青年节 青年们可不开心 但你看到第二章 根据求职网调查 39岁以下的劳工自己衡量每个月的财务状况 那如果把收入减掉支出会有39.2%的人 是将近四成的人出现财务赤字 那比例是高于去年的38.1% 而且呈现连续6年恶化的困境 虽然说个人名下的总存款 今年有些微提高到13.6万元 但是却仍然有23.2%的年轻人表示 自己没有存款 也就是零存足的比例又破纪录了 因此如果现在他突然失业了 恐怕将会有35%的青年 是连一个月都没有办法撑过去的 那没有存款可能也是因为负债 不外乎像是学贷、卡债、房贷、车贷等等 都会压的人喘不过气 好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消息 更让人看不见明天希望 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了 像是中信银最新统计 去年拥有10亿元以上的高资产富豪们 在台湾大约是有7000人 那他们的资产加起来总共是高达15兆元 那甚至中信银行更预估到了2027年 这一群金字塔最顶层的人 资产还会从15兆增加到22兆 人数也会变多变成8000人 而如果难夸了亿元级以上的 包括11以上所有的富豪加起来 拥有的资产将会来到46兆元 等于台湾个人总财富 个人财富的总额 其实加起来也不过就243兆元 那富豪就占了当中将近20% 等于这个钱似乎都是在富豪的手里了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内容 全球的财源潮是还没有结束吗 但你看到高价的羽绒服饰品牌 Canada Goose宣布财源 全球员工17%的人力 那外界就估计了 这可能会至少影响到800人的生计 那执行长也说这是为了公司 未来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不过加拿大媒体就指出了 这一波财源应该是跟气候脱不了关系 毕竟刚刚过去的那个冬天 很多国家都异常的温暖 如果有寒流来 持续的时间又太短了 就研究冲击了Canada Goose 是过去两季的销售表现 而且不止员工有坏消息 旧类消费者也要注意了 因为他们的公司高层 对于涨价抱持开放的态度 也就是说将来可能又要迎来一波调涨了 好 再来看到除了羽绒衣大厂裁员之外 科技业也再传出裁员消息了 也就是全球PC龙同联想 台湾的分公司最近也启动了一波裁员 那劳动部也证实了 预计会解雇92人 那等于今年累积的裁员比例 已经达到了两成以上 再加上前阵子另外两家PC大厂 戴尔以及惠普裁员动作也还没有停 其中戴尔在上一个裁年 进行了两轮的裁员 已经裁撤了1.3万人 那没有想到3月25号他又宣布了 将要再进行一波员工重组 那据说又会有120人离开 而根据陆媒报道 其实最近几波裁员动作 大多都是跟中国有关 就连中国高层的变动都相当的大 那跟着了解 财员恐怕是跟中国的销量大叔华为有关 因为中国2023年的市场当中 戴尔电脑的出货量只有314万台 跌幅是达到了44%将近一半 那相比之下呢 华为的出货量是398.6万台 增幅达到11% 大幅的超车代尔成为销量的第三名 而不止中国 其实全球的PC市场大环境需求也持续的疲软 根据严调机构IDC的报告 其实2023年去年第四季 全球PC的出货量是年减了2.7% 跌到了6710万台 是已经连续第八季衰退了 不过呢IDC也给出展望了 他预估PC市场将在今年会触底反弹 可能会出现强劲的商用PC换机潮 甚至就连电竞的PC产品也将会带动销量 为市场提供主要的成长动能 以上就是这一节推播内容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